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Excel实现数据的录录 那么数据的录录有这么几种格式 文本 数值 日期 区列数 时间 拼量数据和自动填充 自动填充的这一块内容我们在之前已经介绍过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么一些数据不同的格式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首先我们来到我们刚才使用的Excel 好 在这地方我们先在这地方准备一些数据 就用这个序号 选中它以后自动填充 填充完以后我们来看一下 选中这单元格或者选中这一列 右键这地方有一个设置单元格格式 那么这是我们的数据 数据有什么样的格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分别有常规的 有数值型的 那么对于数值型来说 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数值来设置数据的小数位数 如果是两位的话 我们可以看效果 它在后面默认就会带两位的小数 好 当然在这地方我们可以调整它要显示的位数 可以调整它要显示的位数 如果这数是特别的大 我们可以在这地方使用千位分割符 做到一个逗号分割千位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大的数字 就会有逗号进行分割 对于我们阅读来说是有帮助的 这是一个数值型 当然还有其他的类型 比如说货币型 前面就会带上这个货币的符号 还有会计专用的 日期型 那么还有时间型 还有百分比 我们先来试一下百分比 日期的时间我们等一下再去尝试 百分比就是在后面加上一个百分号 在后面加上一个百分号 对于E来说就是百分百 那么它会自动乘以一个100 再做一个百分比 再加一个百分号 还有一个分数的类型 还有科学技术 如果这个数字很大 就可以用这种科学技术法 还有纯文本类型 以及特殊类型 和特殊类型 有这种编码中文小写数字 中文大写数字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得到你想要的中文 这也是非常方便 对不对 其实我们忘记掉这种中文大写怎么写 在一个cell里面就用这种方式能够让你快速的找到 特殊中文大写数字 还有些自定义的方式 那么这个能用到比较少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会看到 当我们在这地方输入一串身份证号的时候 好 这时候呢 它就变成这样了 对不对 变成这样以后呢 我们会发现它的右边 我们刚才说的并不是六个0 但是呢 它没有办法显示出来 所以呢 在点中它以后 这个数据就丢失了 用这个0来填充 那么因此呢 我们在输入身份证号之前 应该让这一列 把它变成我们想要的 或者说我们能够使用身份证号的数据格式 那么这种数据格式呢 就是文本格式 就是文本格式 这时候我们再来试一下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再来输刚才这个身份证号 好 这是我随意输的一串数字 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 它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自动的转换 转换成科学技术的法 那么在这地方会带上这么一个绿色的监控号 我们可以放大一些 那这就变成一个绿色监控号 这就是一个文本格式的一个单元格的内容 好 这是我们讲的这一块 关于这个数据录录的一个数据类型 或者说单元格的类型 这地方有一些提示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需要添加新的序列 那么什么是序列呢 我们后面会说 那么这地方的每个路径是不一样的 在Excel的2001当中 它只是通过文件选项高级常规 编辑自己的序列 从这样图上你也能看到 所谓的序列其实就是一些常量的集合 比如说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或者说是这样一个简写 这样的简写 这地方还介绍了一些快捷键 使用以下快捷键呢 可以快速的插入当前日期或时间 那么这里面有很多插入当前日期和时间快捷键 我们只要掌握一个就可以 这个呢就是Ctrl加分号 Ctrl加分号呢 就能够在单元格内插入当前的日期 我们来试一下 好 在这地方呢 我们通过Ctrl加上分号 哎 这个时候呢这个日期就来了 好 快速加分号 日期就来了 好 我们再看啊 日期来以后呢 我们还需要个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呢 是怎么来的呢 Ctrl Shift加分号 Ctrl Shift加分号 这是一个时间 好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么几个快捷键 那么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呢叫数据的有效性 数据有效性有什么作用呢 它能够帮助我们啊 方便我们录录 规范输入 利用预定的条件校验数据 以防止无效数据的产生 这时候呢很明显啊 很明显在这地方我们能看到 当我去设了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有效性以后呢 在单元格里面 我只能够填入的值是来自于已经预设好的这 那这一个啊 这多个值的其中的一个 那么我不能填入其他值 我只能通过下拉的菜单选择一个值 这就叫数据的有效性 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用法 好 在这地方我们新建个选项卡 给它命名叫数据有效性 那么这时候呢 我如果希望啊 这一列 或者说我希望某个单元格 先从单元格开始 我希望某个单元格是有数据有效性的验证的 比如说我这个是部门 那么它来自于哪个部门呢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边啊 点击数据 这边会有很多数据的操作 这地方有一个数据有效性 我们去下拉啊 然后这地方点击数据有效性 然后在这边呢 可以看到这里面允许是什么值 默认情况下 它允许的是任何值 因此呢 我们再往下选啊 选择一个叫序列 也就是说 它的值是来自于我们提供的序列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一个自定义序列 也是这个意思 那么它的值来自于我们提供的一个序列 那么这个序列是什么值呢 就是我们在这地方手动输入的 比如说有哪些部门 小学部 逗号 注意序列之间的数据 使用逗号分隔 那么中还有呢 中学部 大人部 大学部 好 那么这样三个部门点击确定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单元格里面 我们能够出的只有这三个选项 只有这三个选项 小学部 中学部 或者如果我加上一个大学部 这时候他就会告诉你 这是一个非法值 也就是说 它已经不满足我们提供的序列里面的某一个值 因此这是没有办法输入 这是一个序列 或者说这是一个数据有效性的用法 那么这种用法呢 在我们实际的使用当中非常的常见 非常常见 所以大家一定要会 我们再来演示一遍 比如说这单元格 我想提供一个数据有效性的验证 那么这时候呢 我选中它以后 在这个地方数据 数据悬样卡 地方有一个数据有效性 点击它 点击它以后呢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值呢 在这个地方选中序列 选中序列 当然你还可以选中日期 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日期 那么这个日期呢 有一些比如说等于或者不等于 或者大于或小于 或者介于就是在什么之间 比如说在Excel里面 这样的日期写法都是写杠 在1月30号到 到什么呢 到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好这样呢 我们就设置了一个数据的 一个日期的有效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填充2019年 4月30 那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地方填充的方式都是斜杠 那么这样的数据是允许被填充的 如果我们去 刚才我们的结束日期是6月30号 对吧 我们接下来我们去填个7月30号 这时候就会告诉你 已经超出了这个日期的范围 那么这就是数据有效性 那么我们再来修改一个序列 点击它以后 在这个地方选择数据有效性 然后在这个地方允许这个序列 序列值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 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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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此时这个单元格你只能选择其中一个 选中以后呢你希望这种数据有效性能够满足多个单元格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选中这个自动填充往下拉就可以 好 那么这些单元格就必须每一个都是拥有着数据有效性能 好 这样的一个操作 不难不难 非常简单 好 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Excel里面的打印 Excel里面打印其实 直接操作就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回到刚才通讯录这张表 那么如果我们要去打印它的时候呢 在这个地方点击文件 点击打印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打印我录音 一打它就会把这样一个页面的内容 就是一个预览的效果 把这个效果给打印出来 那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呢我们打印的是整个啊 或者说打印的是当前的一个工作表 我也可以打印整个Excel里面的每一个工作表 我也可以打印选定的区域 比方说我们来试一下打印选定的区域 回到开始处 目前我就选了这一个单元格 因此呢在打印的地方呢 这预览呢就看到只是打印了我选中的 单元格的一个区域 那么这时候呢我可以选中这一块 那么这样呢我就只会打印到标题到 区号是5的啊 从1到5的这么一些记录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选定的打印区域的 这样一个做法哈 所以这个会经常有用口 当然呢如果说我这个Excel里面页面非常多 你还可以选择打印整个工作表 然后呢选择打印的页数 比如说从第一页到第十页 那么这时候呢工作表里面的页数啊 只会选择只会打印第一到第十页 那么还有呢打印的方式比如说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 目前呢这样的表格是纵向的 如果你选择横向的话呢 这个A字指啊它就会横向的方式去打印这个 这个表格内容 当然我刚说是A字指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纸张的大小 然后你还可以选择边距 那么这是一个默认的一个边距啊 这个是左右啊上下的一个距离 当然你可以选择这种方式 这你会看到左边距离明显变窄啊 这就是一个边距的效果 当然呢你还可以去点击这个页面设置啊 这边是一个缩放啊 这个时候呢 这地方会不错啊 然后你可以点击页面设置 去设置具体的一个打印的效果 比如说缩放的比例 然后呢还有这个纸张的大小 页面的边距 这地方你可以输入具体的值啊 输入具体的值 页面页角的设置 还有呢你要打印的这个区域啊 工作表的区域值多少 在这边你都可以去设置啊 好好呢 点击确定对刚才的设置进行生效 然后呢点击打印 然后这边是分数啊 我们打印几分 那么这是一些打印的基本操作 然后呢最后呢 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捏贴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在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捏贴啊 其实右键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一些捏贴的选项 在这个地方呢 已经给它整理出来都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这三个捏贴的选项 会非常的有用 首先我们先来看 嗯不少人对选择性捏贴没有重视 其实呢 选择性的捏贴的功能很强大 用好呢就可以施满功倍 那么选择性捏贴里面 常用的这么几个 一个是公式啊 一个是公式就这个 Fx 公式是什么呢 它是指捏贴文本和公式 不捏贴字体 格式 然后呢 嗯 还有呢变框啊 注视内容 交验等等 当复制公式时 单元格引用将根据啊 所用的引用类型 而变化 如果是单元格引用保持不变 请使用 绝对引用 然后呢 数值是什么呢 指捏贴文本 单元格的内容是计算公式的话 指捏贴计算的结果 这两项不改变 目标单元格的格式啊 所以这个呢非常好用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将表格 以图片的形式复制 可以较好地保持 运用的 运用的这个形状啊 将表格以图片的形式复制 啊 那么这 呃 特别数值和图片的方式 我们在后面 再给大家做介绍啊 特别数据这一块方式啊 它比较好用 好 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介绍啊 比如说 嗯 格式啊 是紧粘贴 单元格格式 但不粘贴 单元格的有效性 然后呢 还有批注啊 把原单元格的批注内容 靠背过来 不改变 目标单元格的内容和格式 还有个是有效性的验证啊 将输制单元格的数据有效规则 捏贴到这个捏贴区啊 指捏贴有效验证的内容啊 其他的不变 后面这些就都一一读了啊 上面的内容 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信息 那么这就是选择性的捏贴 那么这些呢也只是 嗯 你用到其实并不会特别多啊 还用到多了 还是刚才的这几种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窗口的冻结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窗口的冻结是什么意思 当我们在制作一个accel表格的时候 有时候遇到行数和列数都比较多的时候 一旦向下或向右滚平时 上面的标题行或最左边的那些列就会跟着滚动 这样呢在处理数据时往往难以分清各行和列对应的标题 这时就可以利用accel的冻结窗口这个功能来解决这个问题 它的效果是始终显示标题来 操作怎么操作呢 非常简单 选中这些开始冻结的单元格 这个视图冻结窗口就可以了 来我们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还是回到我们刚才制作好的 这么一个这个通讯录啊 那目前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多去复制一些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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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从上往下拉的时候呢 我这个标题啊 这个序号姓名电话机关 这样的标题就不会再显示出来 但是呢我们又希望把这个标题显示出来 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可以使用冻结窗口啊 冻结窗口 这时候呢我们看怎么做 首先来到视图 然后在这个地方是有个冻结窗格啊 冻结窗格啊 这地方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叫冻结拆分的这个窗格 和冻结首行 首先我们先来选择冻结首行 选中它以后呢加到我们往下拉 哎 它并不是首行 首行是它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如果是直接冻结首行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 这一行它它会作为首行啊 它会作为首行 那么因此呢我们要把它给隐藏掉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这种效果 点击隐藏以后 在这边呢选中它 然后呢再来冻结首行 这时候呢哎 我们想要的每查看某一行数据啊 都能够将这一行的数据给输出来啊 那你要想取消隐藏的话啊 下拉这一行就回来了啊 这一行就回来了 那你可以选中它以后呢 这地方有一个按钮叫取消隐藏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冻结的效果啊 好 这是我们说的窗口冻结这一块内容 那么关于这一节我们讲的Excel的基本操作 就先到这儿